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阵阵的心 降伏在你面前 开我心眼 使我看见一看的旅行 零说生命火水 就你而来地温柔坚卑 何德恩爹 你竟然在乎我 何德恩爹 你把血为我流 何德恩爹 你一尊贵荣耀 为我关于我的嘴 何德恩爹 你充满的脸 一阵阵的心 降伏在你面前 何德恩爹 开我心眼 使我看见一看的旅行 零说生命火水 何德恩爹 从你而来地温柔坚卑 何德恩爹 你竟然在乎我 何德恩爹 你把血为我流 何德恩爹 你一尊贵荣耀 为我关于我的嘴 何德恩爹 你的本性独立 何德恩爹 你的图ace Zusammen 你所迫 没者 在乎我 何德恩爹 你的图ace 我所有忠败 你夺取 我所有伤悲 你的命 给的所有松敞 你夺取 我所有枷锁 你夺取 我所有忠败 你夺取 我所有伤悲 你秘密 给的所有松敞 的蓝脸 已经在乎我 和的蓝脸 你把血为我留 和的蓝脸 你已存贵 荣耀为我满脸 我已醉 你充满的蓝脸 和的蓝脸 你已存贵 荣耀为我满脸 我已醉 你充满赞美 你的蓝蓝蓝蓝蓝脸 你已存贵 荣耀为我满脸 我已醉 你充满赞美 你的蓝蓝脸 你已存贵 荣耀为我满脸 我的嘴必充满在眉 主啊 认识你是何等何等的恩典 而我们成为你心目中的宝贝 那更是何等的恩典 亲爱的天父 今天晚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亲近你 求祝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 也求你透过你的话语 鼓励我们 激励我们 感动我们 改变我们 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教头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 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约翰福音 今天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七到十九节 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七到十九节 那我们也可以把经文 我们可以留意一起看 一起跟着我读 或者身边有圣经的话呢 也可以一起打开 约翰福音第四章七到十九节 如果翻到之后 我们一起来念 第七节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她说 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她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找求他 他也必找给了你活水 夫人说 先生 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 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 并深处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全员 只涌到永生 夫人说 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 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 耶稣说 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夫人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回答说 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夫人说 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 好 弟兄姐妹 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 从这段经文当中 我的感动 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 火水 那 昨天晚上 我们也 谈了说 耶稣就 坐在这个雅各的井旁 那这里等一个人 等什么呢 就是等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那当撒玛利亚妇人来到的时候 耶稣跟她说 就直接跟她要水喝 然后借此这个机会 向撒玛利亚妇人分享 这个耶稣的火水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也是否有在火水泉沿了呢 让我们接下来 一起来思考 那 经文当中 第九节下半节 我们看到一处的经文 一句这样说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 没有来往 所以当耶稣跟撒玛利亚人 要的时候是 撒玛利亚人的态度是 你们犹太人 平常是不跟我们来往的 是看不起我们的 现在呢你竟然跟我要水喝 可是我们看到耶稣 我们昨天晚上也说过 耶稣在眼里没有分别 他没有分 把人分等次 这个是有权的 这个是没有权利的 这个呢比较有钱 这个没有有钱 不是 在犹太人看来 撒玛利亚就 外邦人就好像一条狗一样 可是在耶稣眼里 他没有分别 所以 耶稣愿意把这活水 分享给这撒玛利亚人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 这活水是 每一个人 都可以所领受的 不论我们是富足的 还是贫穷的 还是怎么样子的地位 耶稣都愿意把这活水 分享给我们 那接下来呢 就是 耶稣 耶稣就直奔主题了 耶稣没有啰嗦 他直奔主题 如果你知道 你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 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那直接直接就说 如果你知道 像你要水喝的 这个人是谁的话 你一定会跟他要活水 耶稣就直接就说 我这里有个活水 我要分享给你这个活水 这里面提到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神的恩赐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恩惠 神的恩典 那神给人类最大的恩惠 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所以耶稣跟采玛利亚说 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 如果你知道神的恩典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神的心意 神的恩典的话 你就知道 我就是谁 我就是那 能够给你活水 生命的主 那真的在生命 在我们生命当中 除了耶稣 在世界上 没有什么事情是 能满足我们的心 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 一个呢 就是雅各留下的井 这就是撒玛利亚所打的水 和耶稣所说的活水 那耶稣也说了 你喝这井的水的时候 还会再渴 但是我给你这活水的话呢 永远不会再渴 所以耶稣这里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 如果好比这个井里的水 就好像是世界上的荣华富贵 世界上的物质和世界上的东西 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任何的物质 财富 其实都是没有办法满足 就好像喝这井里的水 喝了再渴 喝了再渴 有一句话说 人心不足舍吞向 这句话就形容说 人的心里永远不会被这些物质被满足 游了单车 想要有摩托车 想要有摩托车 想要有车子 想要还要一次比一次 被更好的 人的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 弟兄姐妹 就好像世上的物质 真的就好像在井里的 喝了会再渴 喝了再渴 有人说 现在我们所拥有的 不一定明天还是自己所拥有的 现在我们所住的房子 现在是我的 可能几年后 不知道这变成谁的 车子 现在钥匙在我手上 是我的 但是几年后 不晓得这钥匙归了谁 世界上物质都会变来变去 甚至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之前 我们看到很多东西 我们发现都不可靠 很多东西都会改变 就好像在井里的水一样 渴 喝了会再渴 喝了会再渴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生命当中需要的就是 有耶稣在我们生命里头 就是需要这个活水 在我们生命里头 当我们知道 有耶稣在我们生命里头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们足够了 我们拥有了 即使是发现 只是吃青菜 物质很简单 但是发现有耶稣 我觉得满足了 我有把握了 有那个活水的泉源在我们生命 只涌流到永生 是带给我们真正的把握 和带给我们永恒的一个生命 这是何等重要 所以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重要的是 在活水 游流在我们生命里头 怎么样拥有 在活水的生命 在我们里头呢 像撒玛利亚 耶稣就直接跟撒玛利亚说 撒玛利亚说 把这水给我 我就不用再来打水 耶稣你去叫丈夫来 他说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我没有错 你说的没有错 你有五个丈夫 现在有的也不是你的 这里面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配得这个活水呢 就是承认自己的过错 撒玛利亚 他没有去那里狡辩什么 他直接说 我知道你是先知 他愿意享福下来 他愿意承认他自己的过错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把这活水 永留在我们生命里头 就是承认我们的过犯 求耶稣赦免我们 让活水 永留在我们里头 但罪在我们里头的时候 就没有活水在我们里面 有活水在我们里面 就没有罪在我们里面 弟兄姐妹 让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 让耶稣住在我们生命里头 他是活水 有他 在活水的泉源 永留到永生 好的 弟兄姐妹 这是今天晚上我的分享 弟兄姐妹 不知道你的感动是什么呢 好不好 我们安静 片刻 然后一起来默想看 这段经文 神给你的感动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阿爸父神 谢谢你 你把最宝贝的儿子耶稣给我们 让我们这有限的生命 能够拥有着永活的活水在我们里面 一直到永生 就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生命里是有着活水的生命 让我们也能够把这活水的生命 分享给我们身边需要的人 谢谢天父 听我们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 那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呢 我们也收到我们的十春祥姊妹 就是她跟我分享说 请大家为她的奶奶祷告 她的奶奶叫做王长蒂 那她的奶奶呢 现在还没有信主 而且她们家人也是会很反对信主 那我们的姐妹呢 她很想让她的奶奶信主 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迫切地为她们 在王长蒂 奶奶祷告 愿圣灵在奶奶身上工作 听说就是现在已经神志不清 我们真的是求神来 怜悯这位奶奶 所以她能够在有生之年 能够认识耶稣 接受耶稣 有这个活水的生命在她的里头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为我们的王长蒂 奶奶来祷告 为她的得救 为她的生命 为她的身体来祷告 那也为着我们这段疫情 我们也求神怜悯 这个疫情很快地 会过去来祷告 弟兄姐妹也继续 纪念我们的家庭 愿神继续安慰妈妈 还有我们家人 也求主给我们智慧 知道怎么样去办 那等疫情过后 去办爸爸的后事 那每一件事 就让神来带领我们 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上纪念 好不好 弟兄姐妹 我们为这些事情 一起来祷告 我为你们能够在'. 我带领 ise 其实我们不能够百分 我听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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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